Hello,大家好,我是Guru 今天视频呢,想要来分享9个最常见 你以为减肥,但实际增肥的行为 第一个呢,就是迷信减肥食物 比如说像沙拉呀,带餐啊,等等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 在最开始想要管理身材的时候 每顿饭都要吃沙拉 因为沙拉等于健康,等于自律,等于瘦 但是长成这样的沙拉其实只适合作为配菜 因为它缺少足够的蛋白质和碳化物 这样的沙拉你在吃完饭之后 可能一个小时左右就饿了 当你在饥饿的情况下 你肯定会对同事下午一级小品单的奶茶 毫无任何抵抗力 所以说千万不要迷信减肥食物 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一顿均衡的午餐或者晚餐 带来的长久饱腹感更加的靠谱 毕竟没人能在饥饿的情况下做到自律 第二点呢,就是以为健康等于吃不胖 健康食物虽然说营养密度比较高 但是并不等于吃不胖 也不等于热量低 千万不要以为一个食物健康 就忽略掉它的分量 如果说你对分量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其实我推荐大家可以在管理饮食初期 去买一个食物秤 帮你更好的感受你每顿饭需要吃多少食物 第三点呢,就是为了减肥 不吃晚饭 其实晚饭吃什么比什么时候吃更加重要 我在之前这个视频里面有详细的讲过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长期强忍着饥饿不吃晚饭 不仅会影响你每天晚上的睡眠 还会有可能导致你早餐的时候暴饮暴食 第四点,就是用水果代替正餐 你知道一顿饭的热量大概等于多少水果吗? 虽然说水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水分等等 但是水果当中也含有非常高的果糖 同时你吃完水果其实并不能带给你非常长久的饱腹感 一般推荐减脂漆每天的水果摄入量大概是在200-300克左右 大概是2-3个中等大小的苹果 第五点呢,就是少食多餐 少食多餐并不会增加你每天消耗的热量 虽然说吃东西确实是会消耗热量 但是具体消耗多少热量取决于你吃多少热量的食物 也就是说当你吃2000大卡的食物 你分成5顿饭吃和分成3顿饭吃 消耗的热量是完全一样的 到底要不要少食多餐取决于你的个人作息和饮食习惯 所以说没有必要非要把3顿饭拆成6顿饭来吃 第六点,就是不停尝试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 把自己当成小白薯一样来对待 第一呢,会很难让你养成正确的有效的饮食习惯 第二呢,会影响你的荷尔蒙和食欲稳定 第三点最重要,它会让你产生一种自我怀疑 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能力和没有可能瘦下来 第七点,弹纸色变 恨不得全世界的东西都是低纸的 连肩蛋都不敢放一滴油 其实如果说你想要稳定的食欲 想要饭后不被小零食诱惑 想要有光泽的皮肤和头发 那么你一定需要吃脂肪 适量的脂肪摄入不仅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和满足感 同样可以促进脂黏素的分泌 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去利用消耗和燃烧脂肪 一个比较推荐的脂肪摄入量呢 是大概每餐用5到10克左右的烹饪油 10克的烹饪油大概就是一个农夫山泉瓶盖的分量 第八点呢,就是拼命运动 一天都不敢停 当你过量拼命的运动让你的身体非常疲劳的时候 会影响我们的皮质唇的稳定 食欲的稳定 还容易导致运动损伤 其实你要知道你并不一定非要通过运动来消耗热量 我们日常的站立行走 或者是说你学习用脑等等 这些都在消耗热量 第二呢,就是想要减脂 饮食比运动更加的重要 如果说你拼命的运动 很可能会导致你一种 我已经运动了很多从而在饮食上不注重的这种补偿心理 如果说你想要减脂的话 只要保证每周三到五次的运动 就已经很棒了 第九点也是最最常见的一点呢 就是节食 一个女孩还比较小 未成年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隔壁男孩的青睐 或者是超小号的裙子 这些都比你的月经 比你的健康更加的重要 但是相信我这个30岁的老阿姨 生活的乐趣真的远远不止隔壁的男孩子 和超小号的连衣裙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一些帮助和启发 我是Guru 我会在这分享很多健身干货和好吃的减脂食谱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爱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